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楠 今天想和大家談談 關於長者乘車優惠兩元乘車 最近有很多人都說要檢討 甚至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上 都說要檢討長者乘車優惠 今天阿楠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如果要檢討這個優惠的話 政府會從甚麼方向檢討這個優惠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幫忙留言 訂閱 分享 讚好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開始 好了 其實剛剛也有提過 這個長者乘車優惠 都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上提及過 會在今年內完成檢討 究竟是否仍是這樣運行 或者怎樣津貼各位老友記 都會在今年內完成檢討 阿楠希望藉著這次影片 跟大家分析一下政府有機會 隨著哪一方面去檢討這個兩元乘車優惠 不過在分析之前都想跟大家 簡單講解一下這個 長者乘車優惠本身的一些背景 這個長者乘車優惠 其實大家都應該清楚 他的目的是為了鼓勵一班的老友記 銀發一族和一些長者去鼓勵他們出行 甚至鼓勵他們就業、出街、社交行為 透過低廉的交通費用 鼓勵他們做到這些目的 不過這些津貼額 其實是由政府支付 給這個交通工具的成運商 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一位老友記 已經連換了60歲 符合這個長者乘車優惠的資格 亦都換了樂遊卡的話 你搭大部分的公共交通工具 都可以享有這個兩元乘車的優惠 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由馬鞍山搭681巴士 去到中環打算和一班朋友去喝茶的時候 整程的收費本身正價是22.9 不過因為你是長者 你是銀發一族 你用樂遊卡八達通給錢的時候 你只要付兩元就可以搭到這一程巴士 當中的22.9這個差額 就是由政府補貼給巴士公司 所以大家可以預料到 其實這個長者乘車優惠 政府撥出來的開支 其實每年都有機會會上升 這個就會在乎於 那一年各位的老友記搭多少車 以及你搭過什麼的車 所以社會上也有不少的聲音 就說這個長者乘車優惠的計劃 政府的開支就逐年逐年地遞增 除了剛剛所說 有幾多位長者去過哪裏 搭過什麼車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整個社會老齡化 多了長者的時候 所以這個開支也都大幅增加 大家都知道 現在香港政府是非常缺錢 所以也在不同的地方 都希望開源折留 所以今次這個財政預算案 政府就提出了 說要檢討這個長者乘車優惠 究竟是不是還用這種資助方法 給各位老友記出行 都成為了一個議題 阿藍在這裡就提出了四個方向 這個政府有機會 怎樣去改動這個 這個長者乘車優惠計劃 好 第一個政府有機會會調整的方向 就是全面取消這個長者乘車優惠計劃 不過阿藍都覺得這個方向 是最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個長者乘車優惠計劃 是香港政府少有 大家都拍了手掌 覺得這是一個得證的措施 因為這個長者乘車優惠計劃 其實令到很多不少的長者 方便出行 也都減低了可能一些 社交上或者醫療上的一些開支 所以這個計劃如果要全面取消的話 相信會帶來一些很大的反彈 第二個阿藍認為 政府有機會調整的方向 就是從時間入手 因為在社會上有一班打工仔 就認為有一班拿著路由卡 用兩元乘車的路由機 經常在這個繁忙時間乘車 令到他們很難上到車 大家都認為其實長者 或者是一班的路由機 要出行的時候 是不是必須要在繁忙時間 去做一個補貼給他們呢 所以政府也有機會 將這個兩元乘車優惠 以時間作為一個調整 舉個例 譬如在早上七點到九點這段時間 就要用正價去支付這個車費 鼓勵各位的路由機 在不同的時段去出行 這個情況之下 就可以導致到一個分流的效果 所以阿藍認為 隨著時間去改變優惠 都是有機會發生的 第三個阿藍認為 政府有機會去調整的方向 就是就著這個優惠使用的次數 和優惠的價錢作為一個調整 因為這個兩元乘車優惠 也都在社會上有一些聲音就是 有很多人用一個長車短搭的形式 令到政府胎支增大了 用剛剛片頭的例子 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大家搭681 由馬鞍山搭到中環 那你只是付兩元 政府就補貼20元 如果你一個老友記 真的由馬鞍山去到中環的話 政府的公帑都算是用得其所的 不過如果反過來 你是只不過住在新港城 在馬鞍山中心搭到遙安村 可能中間只不過是搭幾個站 但是你都是搭這個681的話 政府一樣都是補貼你20元9號 但是距離只不過是三四個站 那究竟成效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所以政府也有機會 調整這個兩元搭車優惠 它的使用次數 或者它的優惠價錢 都可能作一個調整 那第三個 阿南認為 政府應該會調整的方向 就是打擊濫用 濫用這個長者乘車優惠 我要強調不是乘客 去濫用這個優惠 而是有機會 一些公共交通的乘運商 例如巴士公司 小巴等等的情況 有機會會濫用這個機制 為什麼阿南會說它是濫用呢 剛剛所說 如果你搭681 由馬鞍山去到中環 全程的車費就22.9元 但是 如果你只是想由馬鞍山 去到譬如大佬山隧道 或者其他中途站的話 你都是需要付全費的 那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乘運商 看到政府原來會補貼一些60歲以上的使用者 那這個時候作為這些乘運商 就有機會大幅加價 變相其實就由政府埋單 但是反過來想 如果一些不夠60歲的市民 你乘車的話 就變相有機會就補貼 一些60歲以上乘車的乘客 阿南就應該覺得 政府是應該要求 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乘運商 去設置一些分段收費集 因為如果你只要設置這個分段收費的話 就會減少了有一個長車短搭的情況出現 也有一個情況就是避免了 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乘運商 用這個長者乘車優惠的津貼 作為一個主要的收入 不過 那些巴士公司 小巴公司 當然牙痛那聲 因為你要執行這個分段收費 其實都會有一個額外的開支在這裡 要安裝那些分段收費的 拍卡機等等的情況 都是金錢 不過阿南就這樣認為 這些數 小數 怕長計 如果政府是有少少的資助 可以給這些巴士公司 小巴公司 安裝這些分段收費的拍卡機 在不同的站點那裏 那這個情況 就可以大大減少公帑的浪費了 好了 阿南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了 政府有什麼方向 有什麼機會會調整這個長者2元乘車的優惠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大家覺得哪一個調整方向是最有可能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阿南 記得幫忙訂閱我這個頻道 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